地底世界之物影战婆第十五集 正当探险队被断崖阻挡一筹莫展之际 竟发现在山壁上出现了一条乌黑蜿蜒的蛇形 长度不下数十米 岩壁上生满了青苔和各种植物 满壁是浓绿岩硬 更显得那条长蛇朦胧诡异 仿佛像个幽灵 由于离得远了 也看不出究竟是蟒还是蛇 随队的一众缅甸武装人员 都惊得跪倒在地 口中不停地念诵着佛号 对着山崖拼命地磕头 玉飞燕也觉得吃惊不小 他抓起望眼镜 举在眼前仔细地看了一阵 方才恍然大悟 他告诉众人用不着惊慌 岩壁上的蛇形黑影 那根本就不是蟒蛇 而是在成群迁移的红蚁 原来野人山地势环河 四周绵延起伏的山脉 多为太古时期 喜马拉雅造山运动的产物 气候中年恒定不变 通常的热带风暴 难以波及影响此地 但是今年来自于印度洋的 这股强热带风团 猛烈程度为近几十年来所罕见 如此恶劣的气象变化 自被预测出来之后 便引发了世界各地的广泛关注 根据气象分析显示 绵北野人山地区 也将受到狂风暴雨的侵袭 此时 热带风暴带来的大雨即将降临 周雨会使平静低洼的河道 都会变为湍急迅猛的洪流 反常闷热的天后 已使得深山老林里的生物有所察觉 数以千万计的红蚁 正被迫迁到高处 以避免以朝遭受灭顶之灾的恶雨 原始丛林中的红蚁数量多得惊人 虽然名为红蚁 但周身乌黑 经尾部带有一点诸侯 体型最大的接近人质 小者也如米粒一般 密密麻麻的据为对立爬壁而上 人们在远处望茧 自然会将其视为长蛇 也许早在千百年前 就曾有人目睹过这一神秘的自然现象 所以才会留下那些 令人难以捉摸的离奇传说 虽然声誉告诉众人 短壁上的蜿蜒黑影不是蟒蛇 但包括卡拉维卡在内的缅甸人 完全难以理解丛林中的红蚁 竟会主动前往高处躲避暴雨 他们都认定那是长蛇 借着蚁群咸身 人人是筋若寒蝉 格格面如土色 于飞烟告诉众人 在热带丛林中生存的红蚁 又称为信蚁 他们可以在密食或行军的区域 留下信息素 每次远距离迁移都有固定路线 等到天气好转 便要原路返回压地 重新修造被暴雨冲毁的巢穴 看红蚁聚集的数量之多 甚是惊人 可以断定周围数十里内 应该不会再有大规模 如此庞大的蚁群 既然曾有人在幽灵公路的隧道 入口附近 目击过这一自然界的生物奇观 那条穿山的隧道 必定离此不远 最后他又从身边 取出一根金条 让同意来告诉众人 谁能找到晋山的入口 我手中这根金条 就是他的了 司马辉还以为玉飞燕能有什么笼络人心的特殊手段 感情也是属成要金的 老是那三板斧 一点新招没有 不过所谓 重赏之下 必有勇夫 这些缅甸人虽然对野人山有种深入骨髓的恐惧 但更是些要钱不要命的汉匪 在巨大的利益诱惑之下 先是慌乱了一阵 就在队中首领的鹤令下 分别去崖下搜索隧道入口了 在探险队驻离式的搜索之下 终于发现了幽灵公路的隧道入口 但洞口顶部已经彻底崩塌 散落下来的大量岩石封死了去路 看迹象 似乎是出于烟花爆破 大概是美军在撤离碧县公路隧道的时候 为了封锁危险区域 进行了多次爆破作业 把所有的洞口都炸塌了 再向前根本无路可走 不过 还是有几个经验丰富的缅甸武装人员 在兴义趴动的断崖侧面 找到了一条被茂密植物覆盖着的 深密的隐秘深谷 谷口裸露的岩层上 还保留着描绘了关于大群野象死亡情景的 原始炎化 山谷内部幽深曲折 湿气更为沉重 两侧的参天古树是盘根错节 头顶难见天日 只是有着些许透过浓密阴霾间隙 洒露下来的细碎天光 在卡尔维克祖父留下来的记录中 不仅完全按照古图描述了巷门内部的情形 还记载了与之相关的一件事情 据说 在英勉战争时期曾经有一位英军上校 指挥着部队在野人山附近作战 由于英军武器装备精良 轻而易举的击溃了敌人 在追缴残敌的过程中 上校在原始丛林中遇到了一头年迈将死的野象 他部下的印度士兵贪图野象的象牙 当时就想开枪射杀老象 但上校久在缅甸等地工作 他深知山中野象的习性 没有让印度军族轻易开枪惊动野象 而是带人悄悄跟随其后 要看他的踪迹究竟是落在何地 原来 缅甸野象有种习性 每当一头大象林老衰弱之际 往往自有感知 届时便会独自离开象群 孤身前往深山 一直走到祖先埋谷的石窟里 然后就浮在累累象谷上不饮不食 静静等待死亡的到来 相传 缅甸野象的墓穴 最古老的甚至有上万年历史 洞中的象牙 象谷堆积如山 象群尸海的数量究竟有多少 根本就难以计算 但也由于年代太久远 甚至有些很古老的象牙 都已在洞穴底层化为了化石 象牙制造的精美工艺品 在欧洲各地深受贵族西安 价格不菲 这名英军上校知道 只要跟住了老象的踪迹 很有可能就会找到象群祖先的 埋谷之地 那就等于发现了一个无穷的宝藏 所得的可不原指 这两根上品象牙这么简单 这个英军上校当时是利益勋心 但却忽略了很重要的一点 缅甸野象的族群观念很强 他们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守卫祖先埋谷之地的秘密 而且野象似乎也都知道 象群自古就遭到人类的猎伤 其根源就在于象牙的宝贵 所以他们选择的坟墓 都是深山老林里最危险的区域 足以使任何跟踪者有来无回 结果这个上校都率着 两百余名印度兵族 在跟着老象的租迹 进入了一条非常隐蔽的山谷 他们历经艰险 终于在山谷深处 见到的两侧被榕树葛更 所覆盖着的无数天然洞窟 那都是由距今几千年 甚至上亿万年 雨水渗入了石灰岩山底 溶解了的松软山岩 雕刻而出的天然洞穴 山洞里面冷风呼啸 幽碎深暗的洞穴内部四通发达 在山府内交织成了一张 绵绵蜜蜜蜜的喀斯特地纹 各个洞窟不仅宽阔异常 更有无数的象骸象牙 中重叠叠的在其中 英军上校惊叹之余 只能用猛马洞窟来形容眼前所见 虽然成堆的野象骨骸中绝没有冰河时期的猛马巨兽 但唯有猛马体型之旁掌 才得以形容这片奇迹般宏大的洞窟 此时他们还发现在猛马洞窟的尽头 连接着一个深不可测的巨型裂谷 从地底涌出的迷雾浓得好似化不开 当时没有人敢进去一探究竟 上校虽然没让部下进入裂谷 但深山里危机四伏 除了毒蛇恶兽 还充满了古老的诅咒 最后使着这部队几乎全军覆没 那个为首的英军上校也殒命其见 仅有的几名幸存者 连半根象牙也没有带出去 此后再去的探险家和投机者 也大多是有去无回 所以这条山谷历来就被看作是一片禁区 江氏也判断 这条山谷很可能就是古地图中描绘的巷门 史迪威公路的走势基本与其相似 由于美军在隧道里进行施工的过程中 无意间贯穿了野人山大列谷的边缘 使得地底雾气侵袭 从而造成了大量人员的失踪和死亡 才不得不放弃206碧县公路 而巷门的尽头同样应该直查野人山腹地 能抵达深山列谷的路不止一条 皆可殊途同归 但无一例外都很危险 如果现在通过爆破手段 炸开206隧道入口 绝不是一石两刻就能成功的 江氏也自持探险队全副武装 而且经验丰富 与其纠缠相对安全稳妥的幽灵公路 不如冒险进入猛马洞窟 他也是老谋深算 先让司马辉和罗大海二人在头衔探路 并且安排了钻山甲盯着他们俩 绿飞燕也同意如此的安排 便点换来三人 又命令手下给司马辉他们分别出了两柄猎刀 用以防身 虽然还配了两只手提式探照灯和信号竹 这钻山甲是个四十多岁的关东汉子 脸上有刀刀疤 短胳膊短腿 身材粗矮蹲实 为人沉默寡言 脾气不太好 总是阴着个脸 他自知走在前面很危险 但即使打头的发了话 也不敢不从 便没好气的催促着司马辉和罗大海 你们俩兔崽子挺好浪 走在前面都把屁股绷挺点 给爷爷打起精神来 司马辉和罗大海本来有意落在后面 听了玉飞燕的布置心想 你们探险队里的成员各个武装到牙齿 又是草上飞又是穿山甲 怎么好意思让我们这伙残兵败将走在前面 貌似探路 但又一寻思 人在矮颜下怎能不低头 既然注定要给人家当成炮灰去蹚地雷 走到这一步想不去也是不成 趁早就别说别的了 免得更加被人家瞧不起 于是各自抄起家伙 眉睛打踩地向前挪动脚步 向着山谷深处走了一阵 地势变得逐渐开阔 但高大的桥木挺拔入云 稠密的树冠紧密依微 在半空里组成了一道巨大的绿色帷幕 完全遮蔽了天空 地上藤蔓丛生 错综复杂地牵绊在一起 许多地方都是寸步难兴 由于中年难见日光 所以低洼处的积水里 散发着一股股 兴腐刺敌的恶臭 丛林底部 全部被一层青烟薄雾所笼罩 通常的雾气可分为 平流雾 上坡雾 蒸汽雾 辐射雾 这几种类型 到了山地丛林 或是由死水淤积的地方 更有可能出现有毒的雾状瘴气 然而至今没有人能够解释 野人山巨型裂谷中的迷雾 究竟是如何产生的 而且经过探测 这些从地底涌出的云雾 并没有毒 也不会使人置换 恐怕只有死在雾中的人 才知道里面究竟是些什么 虽然难以分辨附近的薄雾 究竟是山间湿气产生 还是由地底涌出 但雾的出现 标志着从这里开始 已经踏入到真正危险的区域了 司马会和罗大海忍着口气 在边上披荆斩棘 穿过了山谷内茂密的丛林 渐行渐身 罗大海回头看见 钻山甲根在十几米开外 才狠狠地说 与非眼这贼女子可太黑了 如今咱们落在她手里 真他妈的是五大郎 遇上潘经年 凶多击手了呀 司马会黯然道 至少五大郎还有她兄弟五二郎 给她报仇血恨 我估计咱们要死在这 连个给咱收尸上坟的人都没有 不过事到如今 你就想开点吧 哪个庙没有屈死的鬼 谁让咱们倒霉呢 罗大舌头早就敲 探险队那伙人个个都不顺眼 他先是乱骂了一头 又往后看了看钻山甲 估摸着对方离得不算近 应该听不见自己说话 就低声问司马会 司马你瞅瞅跟在那后面那位 我怎么看他这么别扭呢 你说咱俩参加免共人民军这些年 杀人爆破的事究竟干过多少 连自己都是数不清了吧 咱说什么还不就是忍着 可你看他们一破盗墓的 无非就是偷偷摸摸挖几座 没主家馆的绝物坟 再顺便欺负欺负棺材里的死人 又算什么本事 猜他娘凭什么装得这么深沉 司马会也向后瞄了一眼 他告诉罗大海可别乱嚼舌头 看那位钻山甲绝对是个会甲子 你瞧他那两条胳膊又短又粗 肯定是掏咬打洞钻烟虫练出来的 还有那两条罗圈腿 长得跟弹簧似的 在盗洞里头一蹬 搜的一下就能窜出去十多丈情 你再看他那一身肉镖 估计闷到古墓里 不吃不喝半个月也饿不死他 这位钻爷简直就是专门 为了挖坟包子而生的盖世奇才 罗大海有些不信 你说的这人还是土豪吧呀 他说着话忍不住又回头看了一眼 可这一下却吓了一跳 险先将罗大舌头的脖子给闪了 他赶紧招呼司马会回头看 二人回头望时 只见身后空空如也 一直跟在后面的钻山甲 不见了踪影 罗大海和司马辉心中吃惊 如果钻山甲刚才无意陷到了 树枯泥沼中了 那肯定应该有点动静才对 可就这么一眨眼的功夫 两人谁也没注意到 这后边的钻山甲 究竟到哪去了 这时 二人听到树上似乎有巨物蠕动 立刻下意识抬起头来 并将手提式的探照灯 射出的光束往上照 寻生一扫就见钻山甲的身体 竟然孤悬在阴暗的半空中 他脸色难看至极 五官扭曲似乎口不能言 只能用用短又粗的四肢 在空中接力的挥动挣扎 原来在他们身后十几米远处的高处 有条水桶粗细的乌帽 莽身缠在一株古树树梢上 绕了几扎 他自上而下 探着比陡还大的帽头 张开了雪盆大口不断吸气 竟将走在后面的穿山甲 从树下吸到了半空 又活生生的吞入了腹中 感谢观看